可以看到翁企惠今天在立法院 他是反擊捍衛自己的清白 不過他要說明清楚的恐怕還包括了 他有沒有涉及逃漏稅一案 台北國稅局今天證實 翁企惠已經在上週五請代理人說明了 不過翁企惠也是以資料還要搜集為由 向國稅局要求延緩事件 財政部追查中研院院長翁企惠 有沒有涉及逃漏稅一案 目前有了新進度 國稅局證實翁企惠上週五 已經請代理人前來說明 立委出了關切翁企惠是否逃漏稅 也把焦點鎖定跨境電商來台 該不會享有單次3000元以下的免稅門檻 跨境3000元以下是免稅 對不對 其實我是台灣公司 就像以前我跟你講的 我跑到外國去 因為為了要3000元的免稅 跨境是牽涉到邊境的管制 如果把那個門檻拿掉 海關每一項戶戶都要檢查 所以就變成效率跟安全的問題了 你就是說會每一項都檢查 通關就會慢 趙聖和指出 訂定免稅門檻是為了激增成本考量 不過立委還是憂心 給了境外電商太多的優惠 會壓縮國內電商的發展空間 希望財政部能立法要求境外電商 來台辦理營業登記 現在日韓他都已經對於跨境電商 在台灣在他們國家的交易 他都採登記制 人家這個韓國 因為採了這個登記制之後 他的稅收增加了很多 要不要要求外國電商 來台灣設立營業登記 我們在報告第四頁有講到 我們會持續關注 行政院上週已經通過 要針對跨境交易次數平凡的使用者 取消3000元的免稅門檻 避免有心人士化整圍林 藉此逃漏稅 未來是否要強制規定 國外電商業者來台辦理營業登記 會不會衝擊業者來台意願 主管機關還要多考量